嗨 不好意思 技術問題稍遲開幫 經常都有的 沒辦法了 但今晚有兩個很特別的安排 第一 阿養在聖地回歸 球學頂又有個光環在這裡 轉來講講這個 要講講這個以色列見聞 入題 稍後再講其他過癮的事情 呂王呢 另一個很特別的安排 呂王的安排就是人在鏡頭外 這個不是特別的安排 是靈異事件 是陰容院在的安排 還以為貓要代你出鏡 前後兩隻 前面有一隻真的 是你忠實的女粉絲 阿養旁邊的是德蘭貓女 我就抱著我兩條兒子 在後面 鏡頭後 為什麼女王不肯上鏡呢 因為我在群組發了我把SM的肉配相 那個熱鬥小斑馬 熱鬥小斑馬 其實女王已經很漂亮 大家不用擔心 女王要求比較高 她說不夠美女都不肯上鏡 其實她很漂亮 我也覺得她很漂亮 你知道我不說謊 阿養真的不說謊 阿養你從勝地回來 你這樣一年來一次都不行 好 言歸正傳 難得阿養 2017年第一次廣播就已經出現了 阿養介紹一下 有什麼見聞心得值得 阿養是很難得缺席的 阿養會缺席 那她會朝聖 對啦 因為我和你經常都說 我就是謝廖頓 又說掛衫 我們都是朝聖 又說樣衰 有什麼理由都可以不出鏡 但是阿養就很盡忠職手 很準時 而且實在 你就不用說了 你回東莞也不出現 北京也不出現 特蘭不會獨爆你 各個城都有X 就是了 十九區 但是 但阿養不是這樣 原來阿養缺席的理由很神聖 是Holy Holy到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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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養快點說 主要是去以色列 去到白利行 去死海 以及去耶路撒冷 但我看到你死海的路點照 浸了很多巨海 我不是什麼盈藍 那些是遠鏡 那當然是露點 那當然是露點 下海有什麼理由 不露點 有些人死命 都會穿T-shirt 怕曬傷他 那是塗泥的 OK 明白 塗泥沒理由浪費泥 塗在衣服上 好 以色列有什麼心得 上次有錄音 千里傳音泥 都說了幾個地方去了 時間不太多 讓大家分享機會有限 去以色列 我自己想去很久 因為我自己自小 對這個地方很有興趣 一個成四五千年的歷史 以色列 到今時今日 仍然是世界上最神聖的地方 亦因為他各個宗教 都以他為最大的神聖地方 令到他整個中東問題 都圍繞以色列 沒辦法解決 我記得2011年的時候 奧巴馬曾經去過 埃及 發表演說 他推動以巴和平 有兩個問題 暫時各自不說 第一是巴勒斯坦人的問題 第二是耶路撒冷的問題 兩大問題 各自不說 其他問題都可以說 其實什麼都不用說 因為意識不會理你 當然 土地問題 歷史上都還可以談 但聖地問題是沒有得談 為什麼呢 因為耶路撒冷除了他的歷史悠久之外 他本身是世界各個主要宗教 除了佛教、印度教之外 各個主要宗教的聖地 聖城中心 猶太教 他現在最神聖的就是西牆 西牆是以前 聖殿的遺跡 是第二聖殿唯一剩下的建築物體 因為第二聖殿在公元70年被羅馬人拆了 剩下聖殿西邊的牆 最接近當年聖殿的智聖所 所謂猶太人 我今次去到 都看到很多猶太人在哭牆 哭牆 為什麼哭牆呢 因為猶太人去到很多人都會哭 想起幾千年的 受苦難 受苦難 以及以前由大衛所羅門時代的光榮 到今天他們回歸 所以他們很虔誠 在他們不斷祈禱的時候 中下中下全程投入 有些實情哭 也是伊斯蘭的第三大聖聖 為什麼伊斯蘭第三大聖聖 因為原先被拆毀的聖殿原子 有一塊聖石 猶太教相信 那塊是阿伯拉罕當年獻長子 以以撒獻祭的聖聖 伊斯蘭相信那塊是穆罕默德 死了之後 在那裡升天 變成 他是伊斯蘭教的 默加和默地拿之後的第三大聖聖 現在阿拉伯人 在公元七世紀的時候 就在所羅門聖殿圍原子裡 建成金頂清真寺 所以 無論任何一個宗教 都以那裡為一個最大的神聖地方 而耶路撒冷的問題 在以色列立國的時候 巧妙地叫做避了 其實是特拉維夫 他是行政首都特拉維夫 他是行政首都特拉維夫 精神首都和永遠的首都 一定是東耶路撒冷 這是踩界的 之前都沒有說過要遷刀去耶路撒冷的問題 但現在是否真的踩界 開始有這些事情出現 巴勒斯坦人認為他們是以立國為目標 而立國的首都是東耶路撒冷 因為西里路撒冷是屬於現代化區域 不是神聖的一部分 東耶路撒冷的舊城區 細細斧的範圍才是最神聖的 所以巴勒斯坦人想在東耶路撒冷見到 以色列也一定以那個作為他們永恆的首都 精神上的首都 對 特拉維夫是屬於行政首都 沒有什麼所謂的 所以這件事是永遠是死結難解的 我今次看到耶路撒冷 你不是跟他們說 拿平均分配、time sharing 現在就有一個平均分配 一個星期七月 他分享了幾千年 一、三、二、四、二、五、三、六 一、四、二、五、三、六 現在耶路撒冷的舊城都分了四個 都是分開的 有穆斯林區 有猶太人區 有亞美尼亞區 也有基督教區 我自己看到阿拉伯區 做遊客生意做得很火紅 去到猶太區就好像豪宅區 很安靜 沒有什麼遊客去的 街道又很乾淨、很潔淨 你遊客去到猶太區 覺得沒有人 沒有什麼看 只有猶太人 但猶太人不打算做生意 對 他們在其他地方做生意 他們不想在猶太區做生意 所以 舊城區主要集中是阿拉伯區 基督徒區 那些比較多 去到聖地 我在最後那天才能進到聖田山 進去第一個印象 就要講一下貓 有關他事 我看到有個阿婆 餵一隻貓 八隻貓在聖石園頂清真寺前面 阿婆在地上給牠們吃 那些貓很黏 阿婆很撒 我也拍了一張照片 在聖域這麼純性的地方 都養貓 被那些貓喝酒 吃完之後 那些貓就坐到處曬太陽 很悠閒 沒有人去理牠 周圍很乾淨 我家裡的貓很悠閒 我做到HIGH HIGH的時候 牠們都很悠閒 牠們在上面的豪宅 我們找一隻鏡頭 可以展示這四隻豪宅 在上面就是苦陷 做到一隻狗 這裏都可以做聖域 即是舊城區 周圍都會看到貓 為什麼呢 因為貓對保護古蹟很重要 老鼠很喜歡咬 在舊的路人街站 舊的地方咬東西 咬東西是會破壞古蹟的 木建築 一定要養貓來自選 包括中國北京的故宮都養了二百多隻貓 稱為故宮貓 包括不同地區的滴滴尼 都有貓員工 真的 對付米奇老鼠 對付不用穿裙子 還有穿複的米奇老鼠 對付周圍的米奇 有全貴的 有受醫專門照顧他們 然後有三餐肥肥白白 是啊 有啊 我這樣設計是頭錯胎 我做貓會好一點 好一點 好像北京故宮的貓 第一自暑 第二吸引遊客 第三 遊客很喜歡貓 故宮看到這樣就拿貓來作品牌 出了故宮貓書包 故宮貓圓筆 很多故宮貓紀念品 鎖匙購物都有 但他們專責自暑 這些商業上叫做負加值 好供負加值的貓 但是我即時想起 我們香港 食環處經常在街市禁貓 305生 生活不准養貓 還在食環處放貓籠去裝貓 約房以前 我們小時候去到約房買東西都有貓 是啊 現在又趕盡殺絕 私人店舖養他都算熟 但食環處管理下的街市 真是常常趕貓 離了大譜 他說我只要放藥鼠蜊 毒鼠蜊就行了 老鼠很聰明 他們懂得互相溝通 知道那些有毒鼠蜜 牠們就避了不去埋伴 鼠蜜不會追求老鼠逼你吃 但是貓會追求老鼠 老鼠聞到貓脫脫 就會離開 貓不聰明 不止老鼠 蟑螂、鹽蛇 說得出那些 為什麼我家屋需要這麼多隻貓 你猜到為什麼 很明顯 貓對衛生很重要 還有貓有一個特色 牠很喜歡乾淨 牠不會亂吐 貓是潔癖的 貓是潔癖的 我自己未有這麼多貓在耶路撒冷救生 我未見過貓屎 甚至最神聖的聖石園頂子附近 都沒有見到貓屎 一塵不掩 貓是潔癖的 人家這麼神聖的地方 都可以容納到貓 由貓來處理衛生 你有什麼理由食環處 經常把貓趕住 香港食環處可而不利 聖誠那邊還有什麼見聞 聖殿生的貓 除了聖殿生的貓 當然是以色列警察 那些警察都拿了M16 還有全身 女兵都很美女 女兵 美女一件事 個個都全部沒有妝 個個都像Natalie Portman 你夠膽子 你就在這裏弄個X 又 我不是說X 我只是說美女 但都拿了M16 沒有問題的 表面上是警察 他們的確是警察 他是全民皆兵 但其實他們全部都可以隨時上戰場 預備役 沒錯 每一個重要街口 路口 全部都站在 全副武裝 而且他們不是一個人 起碼兩個人一起守住 他經常遇到襲擊 他要防止激進的穆斯林 亦要防止激進的猶太人 亦要保護一些想進聖殿山 參拜完所羅門聖殿為止的猶太人 因為怕猶太人被穆斯林襲擊 又怕他們開拖 又怕他們開拖 又怕貓 又怕貓 又怕激進的猶太人 去炸這個聖殿山 他唯一不用防備 就是不用防備貓 我自己遊客最傻的 到處走的人最傻一定是遊客 我就傻傻 拿著指南針走的時候 指南針 因為他有東西各門 很正宗的 北門、大馬士加 東邊、獅子門 這些橫街宅行 辨別方向的時候 用指南針很好的 對,橫街宅行比較多 對 都比較以色列警察查 你拿著什麼來的? 大堆是想看方向的 看完之後走 嘩,貓都抗議了 他不能上鏡 很生氣 嘩,上鏡了 說說說說 小心 沒事沒事 他是玩空中非人 至於以巴的關係 巴人會不會對以色列非常仇恨呢? 遊客接觸的多數都是做遊客生意的 巴勒斯坦人 阿拉伯人等等 他們其實是既得利益者 因為賺到遊客生意 我看他們的生意都做得很大 但是一些街上 城區裡面的種族矛盾就不大 是不大的 因為你如果不穩的話 對他們的生意的影響都很大 直接而損害他們的利益 但是我去過百里行一些街市 普通街市去光顧那個 百里行 距離耶路撒冷 南面大概十多公里 在街市普通找個年輕人買個餅 即是燒餅 他跟他聊天 他們每個人都很不開心 因為有以色列 他的英文不是說得那麼好 但是很老實的一個年輕人 已經感覺到一般阿拉伯的年輕人 如果他們不是在經濟上的既得利益 他們對以色列的意見都相當大 就算經濟有記者利益 因為耶路撒冷城本身 如果沒有記載歷史因由 其實各個族裔和宗教之間 都算是平衡了很久 分散不同住的地區 諸如此類 如果沒有記載歷史上 也有一個很過癮的安排 尤其是曬了丁之後 安排了很多保護不同宗教措施 包括了由回教徒幫忙看著某個聖殿的鎖匙 但鎖匙代都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以這個聖城本身來計算的話 相安無事可以說得上是真的 但是真的 但之外的地區就很煩 尤其是加沙和西網 原因就是1947年之前 以色列已經不見了 1948年 還沒立國之前 你那個地方叫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立國的時候 以色列是未立國,不要說歷史原因,起碼是當時是巴勒斯坦人主導的地方 沒錯,然後第二次大戰打完,以色列人回復國運動 復國運動那一下就影響到巴勒斯坦人有很多亡國 完全是佔據巴勒斯坦人的地方,第二就是有很多巴勒斯坦人的難民要走難 那麼自然的矛盾就會出來嗎? 至於耶路撒冷的問題,主要是1967年 六日戰爭,以色列是在失去耶路撒冷之後 從1897年重奪聖城,我自己在猶太區的書店都看到一幅大海報 就說他們重奪聖城的士兵在哭場那裡,如何感觸 以及重奪聖城的三大以色列名章,中間那個是六眼將軍 左眼是慢的,他的樣子是整個外星人的 像閃泊一樣的 但他是以色列現代史上的英雄,重奪耶路撒冷那一天就是他主導 對於巴勒斯坦人就是失去盛城那一天 就是慘了,所以我去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的百利行 他們做遊客生意之外,他們有很多地方放入他們的地圖 1947年,即是400年之前 我們巴勒斯坦人的地方是這麼多 1967年的時候,我們是這麼多 今天我們剩下這麼多 全部都是零零碎碎的巴勒人區域 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口就迫在這麼小的區域 他們的仇恨完全是,你從一幅地圖上完全是感覺到的 所以耶路撒冷的問題,基本上 兩邊都覺得自己對,這樣才會拿命 其實在歷史上,兩邊都覺得自己對 兩邊都覺得自己對,但就算我們從外人看,都覺得兩邊都沒錯才慘 當年,其實英國人不是想以色列去巴勒斯坦地復國 就是想非洲某些地方,例如烏光達的地方 讓一些猶太人去復國 因為他們同情猶太人 但問題是... 不同地方都是猶太社區的,這是真的 沒錯,非洲也有猶太人,世界各地都有 但問題是猶太人不肯 他們覺得他們列祖列宗的英許之地是神賞賜 我們要復國就一定要回到大衛所羅門的那個以色列 是神的英許之地 所以他們就立刻一旋一旋地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回到以色列 其實二次大戰之前都已經有復國運動了 對,上世紀初已經有了 不過因為二次大戰的爆發,當時以色列有一個很過癮的說法 因為當時已經打了游擊戰 就是一方面他們要打英國人 因為當時英國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佔據了巴勒斯坦 對,他們是佔西亞那邊的英國,北非是法國 基本上他們是推翻了土耳其帝國之後 扶植了阿拉伯國家,叫做獨立,變成英國的保護地 很過癮的 不是,北非的阿拉伯國家,埃及尼亞之類是法國的 沒錯,北非的阿拉伯國家,埃及尼亞之類是法國的 埃及的東邊那邊是英國的 即是他們劃分了勢力範圍,已經瓜分了中東 對,瓜分了奧圖曼的版圖 對,瓜分了中東之後,分配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在奧圖曼帝國的統治下 那些不是叫做國家來的嘛 是暴落來的 所以變成他們的地可以怎樣 好像職感那樣混亂了大洞 死不了人的,真的是暴落來的 好了,自從所謂要建立現代化國家開始 跟哪一套呢 英國都用了他們那套殖民地的風聲儀館 其實就算是二次大戰之前 即是四八年復國之前 不少以色列是尋求自己建立的國家 一直都有的 所以為何會吸引以色列是有原因的 那裡打得最厲害的 像你所說的,是聖地 他們不能不打幾千年的祖宗 而且他們在二次大戰被人殺得太厲害 後來再火上加油 所以二次大戰的時候有一個很過癮的說法 一方面的猶太游擊隊 又對付殖民地的英國佬 就好像希特拉不存在一樣 同時呢 他又要幫英國佬 在歐洲 又要跟希特拉打 希特拉當時屠殺了猶太人 於是對付希特拉的時候 又要當 幫英國人的時候 又要當德國佬不存在 很過癮的 即是兩頭不到岸 到了戰後 這支游擊隊就打這個巴勒斯坦人 那時候就這樣來 很過癮的 從小打到打 還有很多 他們變得這麼勇武 猶太人從來不是一個勇武民族 他們勇武打得的 是大衛的時代 幾十年 幾千年前 幾千年之後 之後一直都被人打 真正打得是一九四百年開始 真的過了第二次世界 逼著他們一定要打 他們不打會死 他們知道 如果再不團結 去拿一條命搏 他們不管貧富歸戰 都會一窩熟 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就是這樣做的 納粹的種族滅絕太恐怖了 他未試過 世界上歷史上沒有 那麼有系統去清洗 他是用工廠生產方式來消滅一個問題 很可怕 幾年之內殺到六百萬 所以他們那種團結就是 到了四百年的時候 以色列有些人坐船一底部 槍都未開過 已經上戰場和巴勒斯坦人死過 那時候傷亡慘続 後來聯合國介入 大家停火 停火之後 分以色列區分巴勒斯坦區 所以耶路撒冷成為一個聖城 大家共用 但是結果都是不行 都是不行 都是去打 都是去打 沒有辦法 結果四百年復國 加上四百年那場 英國打了四次 四百年復國 五六年 就是蘇伊士危機 以色列主動打埃及 以色列主動打埃及 十屆西乃山所在地 屬於埃及 接著佔領更多巴勒斯坦地 六七年再六日戰爭 突擊方式 炸了整個埃及 這裏要交代一下 所以戰鬥民族 也不是主動打那麼大 而是當時阿拉伯人 覺得以色列 蜂擁而回來的移民 是黃蟲 你明白嗎 這個很大分別 所以當時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真的開拖了 是兩個種族互相仇殺的 以色列人都被屠殺得很慘 因為當時有很多 以色列難民去到的時候 不是個個勇武上戰場的 也有很多 純粹為避難 歐洲的確覺得 不安全 真的攀山越嶺 回去祖家 祖家當然是以色列的 問題是 你塞在猶太人區裡面 一定滿捨的 其實猶太人當時開始了另一件事 在沙漠裡面開墾 集體農場 是 是 很重視水源 沒錯 因為城市不能容納這麼多難民 所以英國人當時最初安置了 猶太難民在郊區 很惡劣的環境 然後猶太人發覺不行 糟糕 你跟納稅有什麼分別 結果他們自己 就突圍而出 就是在荒漠 沒有人管的地方 自己做集體農場 自給自足 甚至叫水源 所以很神奇的一件事 為什麼以色列的民族生存能力 會這麼強 是逼出來的 是幾千年逼出來 一個是去到什麼不同的環境 你不是這樣說你會死 即是adaptation最好的例子 而當時最大的屠殺事件 就不只是市區裡面這麼簡單 還要有英國人維持秩序 在郊區那些集體農場裡面 每一次阿拉伯游擊隊 反攻的時候 又是藍類路 又一律 一律 清洗 然後他們說你不肯走 所以變成很矛盾的一件事 最初不是出去殺你 你是不肯走 他們也不是想殺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不是想殺他 問題是打起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水源 水源肯定是一個熱點 所以當時在巴勒斯坦那裡 為什麼打得這麼誇張 後來為什麼那群以色列的將軍 要主動搶佔那麼多戰略的制高點 是因為要防止他們的人被屠殺 這是很過癮的 這兩面是對的 是很過癮的 這兩面是對的人 放在同一個地方 就變得 變得不知是上帝的錯 還是才是錯 你說水源 我們坐車去死海附近 一些比較荒蕪的地方 經過沙漠等等 你看到很多農場 種植那些是善用沙漠的土地 水源 觀看的方法很特別 很重視食水和農業的自足 他們意識到就是要生存 我也參觀過一個 什麼科技都假的 沒有飯吃會死 沒有水喝會死 沒有水即死 是香港的港豬這麼笨 才說要剷交易公園 不要水來蓋樓 不只這麼簡單 你說香港人覺得 我們要解決房屋問題 居住問題 是一種生存 你可以這樣理解 但他們更加切合的 就是他們知道 就算是沙漠這個環境 他不是解決居住 因為沙漠住是沒有問題 但更加逼切的是水源 而他可以將沙漠變成綠洲 這個根本是 你不要說古代七大文明 或者奇蹟 根本是今時今日的一個科技奇蹟 而他們現在的農作物的供給 是供給全世界 亦都可以說是歐洲的後花園 如果現在以色列一句 它說我不供給的話 我全部內銷 我不出口 其實跪低的反而 最新的發展就是 他們對那個鹹水的處理 是歐洲的 淡化這個 海水和鹹水 那些米芝林餐廳 一堆頭都行賣了 因為我們在用的 即是Micro Green 或者很多 四季都提供到 其實不是歐洲本身種到 是真的靠以色列的溫室 再做一句野火的說話 以色列那些海水化淡的水 是便宜過香港的東角 當然便宜很多 因為以前的海水化淡 就叫做蒸漏出來 現在海水化淡是滲漏方式 很便宜 可以大量無限供應 香港是因為政治問題 不能搞海水化淡 當年廖秀東主管這個水務處 已經提出要海水化淡 就一直都不整 因為你如果香港的食水 是自給自足海水化淡的時候 那種說 沒有了北邊供水 你死了沒有水喝了 這句就不行了 所以這是政治原因 以色列很過癮 就是他的生存意志 是大到一個地步 是可以 這麼便宜 做了這麼多水 將沙漠變成花園 所以他們的生存意志很強 而他解決的 就不是居住空間這麼簡單 起碼解決食水 食物先 然後跟你說生存空間 還有 水這件事 是他傳統來的 重視水 因為他那個是沙漠 通過一個叫希西加水道 希西加是當年猶大的後期 一個比較有作為的國王 以塞亞就是他的先知 看聖經信耶穌的人 都一定認識希西加 希西加那時候 下令開作一條水道 就來到 保障耶路撒冷的公水 現在那條水道 仍然有活動 仍然運作而常 仍然有 不斷有水源源流出 有一條水道 你可以進去 是533米的 可惜我那天裝備不夠 即是不能洞穴探險 你進去 證件什麼都濕透 身上的全都濕透 所以沒有辦法 不要進去 你可以自由 你看看當年的水利工程 2500、600年前的水利工程 到現在還可以有水源源不絕地流 包括上星期 像阿蕭公說的馬薩大 我也看到很多巨型儲水庫 他收集雨水的 好像是三頂 樸幕一邊 收集雨水 河流不會倒流上山 他收集雨水的 環境 是的 為什麼英國人一來香港就蓋水塘 為什麼香港 要有這麼多交易公園 來保護水塘 保護水源 這個是因為食水的問題 是香港生存的命脈 英國人清楚這件事 日本為什麼來香港的時候 要供黃泥蔥 就是薄芙林水塘 就是因為水塘 當年黃泥蔥水塘 供應港島區還要食水 當然現在黃泥蔥不是 但那時候是 你們這些港豬還說 不要水塘到田來蓋樓 蓋樓之後沒有水 你以為東江水源源不絕嗎 我告訴你 港豬 東江水很容易乾 而且它已經嚴重污染 所以就任何一個社區才算 有沒有戰鬥意志一回事 其實社區要永續 其實你不可能不考慮環境的水源 生存條件 食物供應的住宇市 你不可能不考慮這些 所以阿洋去朝聖之後 我想都沒有很多感想 看看別人怎麼絕境翻山 這個是要絕境翻山的 而且有些絕境你真的逼出來 你想想以色列到現在就是760多萬人口 跟香港差不多 香港只有幾十萬人口 但是它的尖端科技運用 領導全球的 它也不會純粹搞地產 雖然2011年的時候 特拉維夫也有30萬青年上街 嫌他老的樓價過高 也有廢青的 沒有辦法 它在英許之地就會樓價高 它在世界其他地方 在歐洲地方 猶太人就不炒樓 炒樓是中國人去的 因為猶太人永遠覺得 我在其他地方我是過客 我搞金融 現在是這樣的猶太人 流動性最強 隨時可以調走 它不炒 它一動動買下來 它不炒 它拿著 它主要是金融 地產還不是它主要 地產是引申出來的 地產主要是中國人 帶不走 一個是看金融 一個是看土地 兩個不同的民族 民族特性 民族特性的問題 一個是流離失所慣了 一個是長期農耕民族 釘死在土地上 到現在你說香港有多先進 其實跟以前龍奴時代的中國 沒有什麼大分別 都是好處是土地 而且你覺得你擁有自己的土地 你就擺脫了 不用打地主工 自己做地主 這是一個潛台詞 現在都是在供樓 都是龍奴差不多 地產和銀行掛工 借著高利泰還幾輩都還不清楚 有什麼分別 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為什麼 現在阿洋的觀察到過 人家都跟香港差不多 這麼多人 幾百萬 但是可以在絕境裡 都可以生存到 變成強國 經濟上也好 科技上也好 軍事上也好 他周圍阿拉伯國 當然是超過三億人口 沒有人打得碰他的 沒有人打得碰他的 而且他很多時候 他掌握先進科技的技術 真的是一流 我記得 1991年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美國用美軍的武器 砍蘇聯的伊拉克 伊拉克的蘇聯武器 打過落花流水 那些人說蘇聯武器沒有用 俄羅斯武器沒有用 那時候蘇聯已經差不多忙 不是我們的武器不行 是伊拉克的人不懂用 我覺得都相似 乙軍運用美軍給他們的尖端武器 是出色過美軍運用自己的武器 最初他們都是二手爛的東西 他們自己會研究 會開發 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他們利用現有有限的 做得很出色 因為如果看六日戰爭的時候 他們的武器全部都是二手貨 但蘇聯當時 最新的全部都供應了 給阿拉伯國家 這件事就有少少不同 因為1956年英法勢力撤出中東之後 美國才介入到中東地方 那時候開始支持以色列 那時候武器加上華爾街那班 即是你們的金融佬 大媽傻 完完不絕支持以色列 蘇聯支持阿拉伯國家 主要是為了撼美國 但實際上蘇聯在戰後 其實暗中支持以色列 甚至通過捷克運武器給以色列 所以當1973年十月戰爭 或者以色列叫贖罪日戰爭的時候 阿拉伯國家幾乎滅了以色列 以埃及為首 阿拉伯國家和敘利亞 幾乎滅了以色列 就在他打到贏的時候 蘇聯竟然叫當時埃及總統沙達 停火 他就在背後跟美國談判 停火的時候 美國就源源不絕 重新把武器給以色列 以及給以色列 武裝出來 反攻回 打回阿拉伯國家 所以之後這場 1973年十月戰爭 加上後來的石油危機之後 埃及覺得蘇聯人信不過 接受當時卡特總統調停 1979年簽署大衛營協定 承認以色列 跟當時的以色列總統在背景建交 結果1981年沙特就被人暗殺了 莫巴勒克當了總統 就當了30年太平天子 他不用打仗 他不用打仗 又有美國 因為埃及聽話 支持埃及 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而且有很多老離世的歷史 對亞洲和香港的情況 為什麼會這麼難掌握呢 就是經常誤會了一件事 就是列強 經常一條心向著一條人 這是錯到不得了 一定會分散投資的 不是分散投資這麼簡單 而是他們才是玩家 你明白嗎 他們才有這樣的能力 經濟上也好 政治上也好 軍事上也好 去全世界的全球佈局 中東的情況 和你現在很相似的 敘利亞這件事 美國撤出之後 由俄羅斯主持敘利亞和談 明白嗎 很貴一件事 所以就是 美俄之間 其實那個角力 深刻 背後是影響著中東的局勢 所以故自然 我們看到猶太人自強不息 故自然 以色列的關係 都離不開 我們經常說一句 代理人戰爭 很難看的事 代理人戰爭 就是代理誰呢 列強 什麼叫列強 美俄 美俄 以色列的外交 其實是很靈活的 台灣有說過 所謂的務實外交 這是很大比較 很大落差 我們不說台灣 只說以色列的務實外交 到什麼地步 蘇聯支持 阿拉伯國家之前 他們已經跟以色列的蘇聯 互通款曲 有蘇聯武器進入 後來 不是直接蘇聯武器 東歐 蘇聯也很聰明 通過捷克 給以色列的武器 然後美國來的時候 全力接受美國的武器 還有一個大國 不要忘記了 中國 中國 因為當時 毛澤東時 大家要世界實名 你當然是支持 阿拉伯人 支持巴勒斯坦等等 其實是跟以色列 互通款曲 去到什麼時候 被人揭發 就是1984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35周年 國慶大閱兵的時候 老等坐在車上 檢驗痛之悶辛苦 為人民服務 有些眼力的軍事專家 一眼中國的導彈和尖端武器 是美國的 美國人看 我們沒有給你 1984年 現在都不給 1984年 美國人去查 這些東西 我只是給以色列 原來以色列背後 和中國有桌底交易 大家關係有好到不得 還將美國的尖端 桌底 給中國 聰明 為什麼 是偷跳的 偷跳了什麼 1972年 尼克遜 1979年 正式1979年 所以你會發現 之後 其實還有一個灰色地帶 以色列偷跳 知道你不會有膠打 就先賣了貨給中國 是好貨來的 然後其實 老實說 促進了中美進一步正常化 因為你不正常化 背後仍然在做生意 而且猶太人傳統和中國人是友好的 例如你開封 北宋時開封 已經有猶太廟 猶太人也在唐宋時期已經 絲綢之路不會沒有去粉 對,他在海上絲綠 已經來中國經商 所以猶太人 還有以前中國 以前大戰時代的外交官都簽證 幫猶太人脫爛 救了一部份 猶太人和中國人 不管他是哪個政權 他都處於一個友好的關係 即使因為美國的問題 他不敢公開 摟頭摟頸 他都桌上那些堅料給你 這些是無實外交 這些無實外交真的做得到 真是好事 台灣的無實外交就好像沒有極遠 周圍給錢賣朋友 然後這些 奇奇怪怪怪的 問題就是 同樣夾在大國之間的角力 台灣 你跟以色列比 我真的完全比了下去 他的外交手腕 不能比了 你看看 老K的外交 還有民進黨 都是不行 民進黨更差 你比較下去 你看看以色列真的 所以為什麼他可以生存呢 軍事外交 還有 以色列的外交部長 不是我們中國在政治局沒有地位的那種外交部長 以色列的政府的結構 他是聯合政府的很多時候 很多不同的世黨組織一個聯合政府 最大的那個就是總理 政府的第二把手就是 第二黨做外交部長 所以外交部長相當於副總理 就是政府的第二把手 權力相當之大 他明知道他的立博基礎 是要周旋在這麼多的列強之間 沒有辦法 還有做外交官 以色列的外交官 不是等閒之背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達仁將軍 木眼龍達仁將軍 修復耶路撒冷的那個人 他後來也做了外交部長 所以不是隨便找個 不是隨便找個二打鹿來做 國務、梅雅夫人 梅雅夫人 都做很多外交部長 但是1973年中東戰爭的時候 就力抗阿拉伯軍 當時是總理 很威風的 當時有個說法是這樣的 他心敲 直接是破虎沉舟背上一戰 其實不是不能跟阿拉伯人打 也不是不知人會偷襲 當時是為了拿一個聯合國的外交優勢 寧願被你壓住來砌 推到一個點 你全世界是不撐他 那時候聯合國 你由六日戰爭 去到七三年那個十日戰爭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 就是以色列跟聯合國的關係 罵得很僵的 記得關於巴勒斯塔人的土地問題 主權問題 資源問題 水的問題 罵得很僵的 所以那一下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以色列自己的說法 寧願以退為進 被你壓住來打 打到一個地步 你不幫我 那一下 他們拿回所有的外交優勢 然後一下子掃回來 所以當時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梅雅夫人 真的有這麼絕的想法 但是這樣太冒險了 那一段時間幾乎亡國 那一段時間幾乎亡國 他推到海邊了 那一段時間幾乎亡國 也有一點鬆懈 但是想不到 埃及和敘利亞 那一段時間幾乎可以拿他的命 但是那場戰爭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以色列知道 他沒有可能消滅阿拉伯國家 尤其是埃及和敘利亞 埃及也肯定一件事 就是我沒有可能消滅以色列 以及埃及是阿拉伯的盟主 你一個埃及揹起整個阿拉伯世界 去對抗以色列 就太過吃力 太沉重 你以人來說是埃及最多的 整個阿拉伯世界 你一個埃及揹起整個阿拉伯世界 其他不能打 你靠埃及去捏 你對整個埃及是不利的 因為你揹得太重 埃及基本上不是那麼團結 不團結 世仇都不 伊拉克和敘利亞 伊拉克和敘利亞都是跟以色列敵對 但兩個當時的薩達姆政權 和阿薩德政權 也是敵對到不得他 伊朗也是 伊朗也是跟伊拉克打死 你埃及看得出 帶著你這班人一盤散山 我去揹起成頭家 所以以色列的積極外交 就是這件事厲害 令到你散山繼續散山 最後阿拉伯沙達看得通 跟以色列建交 以色列也投逃暴力 將西內半島交給伊拉克 其實有一件事 也是歷史教訓看得到的 經常說二戰論戰 很難決的 除了所有必要條件 例如食水環境 軍事力量 還有那些硬件 你不能離開之外 為何阿仰剛才提醒大家 外交和政治的務實手段 和談判的能力 真的很大程度決定了 你那個政體 能否可以拿到平衡 你不要主觀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尤其是像剛才所說的 外面有這麼多列強 有這麼多代理人 每個人都虎視眈眈的 你外交能力 你政治手握不到位 你就死了 你不能博弈一個打字 對呀 如果你的外交政策一錯 你一個很好的國家 可以即時生靈塗炭 我們之前有一集 是講泰國的 不是不是不是 講泰國 有提過柬埔寨 就是當時70年代柬埔寨 施漢樂親王 他在越南戰爭底下 他站錯邊 用了很創的外交政策 支持越共遊擊隊 通過胡志明小道去打南越 引美國來炸柬埔寨 接著又引美國來支持一些將軍 林隆六將軍推翻施漢樂 施漢樂又向中國求救 因為中國的影響力下 就和赤簡結論 最後赤簡利用施漢樂的名義 招兵買馬之後 就赤化柬埔寨 生靈塗炭幾百萬人 就這樣掛了 到現在柬埔寨都沒有辦法恢復 柬埔寨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地雷受害國 第一是阿富汗 第二就是柬埔寨 暫時都沒有辦法翻身 所以一個外交走錯路 一個魚米之鄉柬埔寨到現在都 所以那個反省就是什麼 我經常說二戰兩戰 你看香港的情況 你一邊說 勇武得來是口無意思的 人家勇武得來不只是打的 很多手腕、很多手段、很多外交事要搞的 的確你不要以為香港就是全世界的中心 外面還有很多不同的外來勢力 不同方向 亦都不要以為任何列強 會一美好心 人二度都會幫你 總有國內所取 所以有一個很過癮的觀察 就是連維珍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六八九 即是被退選那一下 其中一件事是沒有說錯的 就是說其實 中國對香港的需要 和香港對中國的需要 都同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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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自己 所以變成如果你不了解清楚 這些所謂生存空間 你怎麼定義 你怎麼定位 你怎麼跟周邊的 所謂政體互動 也都不要撇除 只有中國 美國走不掉 其他國家都走不掉 況且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就像阿養剛才所說 其實英法也依然存在 而法國人 在亞洲最多僑民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香港 這個法屬大溪地 也沒有那麼多人 中國也沒有那麼多法國人 其實是在香港的 還有 有很多港珠 講到香港和外交 很多港珠 外交就是中國管 香港我不要管 他本身的設計 就不讓你管 你不管外交 OK 你管外交 你不是說 用香港國的名義 去其他地方設立香港大使館 不是這件事 但是你一定要有外交的知識 應該就是說你外交的空間 不能夠沒有 所以其實 中英聯合聲明也好 他們基本發表 其實承認了這件事 你懂不懂用 這件事 很簡單而已 你看那時候 菲律賓處決人事那件事 那個Mendoza 在旅遊巴士事件 殺了幾個港人 你記得那時候 689 是要代表香港 作為香港特首 不是那時候 曾蔭權 曾蔭權 是曾蔭權 是曾蔭權 那時候再是曾蔭權 後來 令到689 第二次 哪一宗是689 都是同一宗 人質事件是兩宗 曾蔭權那時候 發生人質事件 689 後來上台 之後再去菲律賓講 這件事 是啦 是啦 沒錯 他們三個人坐在一張 矮一節的椅子 三個夾在一起 然後膝蓋對膝蓋 大家拍著 這樣 這就是肉酸 還有你記得那時候 他有一個所謂的懲罰 就是外交人員來到香港 不給 怎麼說 有一個7天的 不知免簽證還是什麼 是沒有了這件事 是很笑到爆 就是說他不給了外交通道 還有那個7天的免簽證 要他申請Visa 你記得嗎 那時候大家在吵 如果你真的要抵制菲律賓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 比如說 我不用你的椒 我不吃你的芒果 instead of 那些7天 和你沒有了外交通道 是傻的 其實這件事 那時候就是 香港是有外交的空間 在這件事上 你要處理的 有些利益集團 就說制裁菲律賓 會影響香港經濟 香港零售業 白風公司 對 我們只說經濟 就不說政治外交 交給中國 結果阿基諾三世去北京的時候 中國給了很多很棒的合同 你吹嗎 2011年 訪問北京阿基諾三世 應該就是說 香港基本上 原本所有的所謂 國際空間 自己不要 你是無人適用的 你怎會沒有國際空間 你有奧運本身就是國際空間 你有獨立的會籍 民航也好 衛生也好 通訊也好 現在香港的民航很出名 變成了白武達三國洲 經常都會有些機器不見 所以人們一定會聞名於世 有一個新的神秘地區 如是我問可以說 你看看那個時候 好像 我兒子 昂山素姬 他不是執政黨 他不是去到現在 他都沒有了 他被人憂禁的 其實他都沒有一個 公共的外交地位 但他是不是的而是 為他國家的民主 在外交上 提供了很大的 他演出你很大小 所以就說 你雖然這個基本法 說香港軍事也不關你的事 外交也不關你的事 但你不是完全沒有空間去周旋 以及影響世界對香港的觀感 這是意識決定行為 其實那個空間可以很大 國際經貿本身已經是一種外交 你不是官方外交 但經貿談判本身就是 你要有外交知識才能做到 這是外交人才 問題是你從來都不是一個政治實體 你是如何配合外交人才 這是一個大問題 你不要用外交官的名義去 你用經貿官員的名義去 經貿香港人是很出色的 肯定是的 所以你發覺香港的經貿代表也好 商團也好 全世界都會走 最出名的是李嘉誠 他其實是全世界做生意的 有啊 財團裡面全部都有這些人才 李嘉誠做生意在外國基本上 你不可能不打通人家的政治線 當然啦 怎麼做得到的呢 當然啦 怎麼會做不到的問題是你懂不懂做 肯不肯做 他不說 他做了而不說 你就覺得沒事 然後那些講書就說外交 我們不猜 即我很討厭政治 只講經濟 不講政治 外交不關我 香港不是政治城市 是經濟城市 任何一個社群都不可能脫離一個實際的政治現實 你的生存空間如何定位呢 是視乎你做得好還是不好 不一定說要勇武和你打對台 不一定是這件事 又說你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和條件 為什麼你都不想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謂戰爭的東西 所謂戰士的東西 不一定是熱戰的 即是等於以色列的外交戰 他那些輿論戰 他那些意識形態 那些定位戰 其實很死亡 甚至國力的校長 他不跟你鬥某一件事 即是跟你鬥種菜 他對淡水夠便宜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爭 水是最重要的戰爭 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就是說 人家只有幾百人 幾百萬人 三億多人圍住你 烈強為智 刀砍你不用 這就是要反省 這些東西 不是說要學以色列去打人 但是 不需要 人家真的會踩上心口 但是你都一定要有一個 危機意識在香港 全世界不是說 意識一定行為 但是你香港的意識 就真的完全是沒有危機感的 應該就是來得很遲 危機感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就差不多 開始說本土的時候 近幾年而已 本土都是比較年輕一代 近幾年而已 年輕一代感覺有危機感 但是我感覺大部分 中年中產以上的那些 都是沒有危機感的 它有另一種危機感 很過癮 有些我們叫做 想像的危機感 結果以前很多人去了保護釣魚台 是真的 它覺得有一個國族的危機感 但是香港的危機感 怎麼沒有拉加 沒有拉加的 釣魚台是沒有關係的 變成了一個所謂大國的情意結 但是大國的情意結 和香港本身的社區 社會的營運 的相關性 係數在哪裏呢 這個就變成反過來 到底有沒有試過人 從香港的角度出發 爭取香港最需要的生存空間 所以有一次好像巴勒斯坦的意識點 兩邊都覺得自己正確的 兩邊都覺得自己正確的 問題是 你不能夠否定一件事 香港需要有 從自己出發的角度理解 這個世界 你的生存空間定位 中國不一定完全一致 我不是一定要矛盾 問題就是 如果你一面倒地 排斥第二面的話 你一定火星撞地 本土意識不一定是壞事 任何地方都會有 問題是 如果因為有本土意識 而被標籤為 反中亂港的話 這就很大件事 但我們是被標籤 反過來就是你被標籤 你沒辦法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發現 發生了一件什麼事 就是當你被標籤的時候 你是被標籤而不自知 兼甲 你給他洗腦 你同意埋 所以為什麼最近 689就被退選 就是這個意思 那個爭拗點 我不是說 跟別的頻道打對台 記住我不是這個人 分享一下就很過癮 其實中共的意識形態 有一件事 香港人是不習慣理解的 就是人 路線 你不是完全撕開了 因此即使你說689 不選了 但是 梁振英的路線有沒有改 這個先是大問題 即是他可以換人 他不一定換路線 路線比人更重要 現在已經說明 這個林鄭是會貫徹689的路線 這個調位很圓 而且路線 中共的意識形態和本質 不變 即使路線表面有變 他最多是做事的手法 他做事的手法 可能有些變 有些懷由的方式 但是他本質和意識 以及路線 是不能夠變的 未必一定 為什麼呢 真的嗎 我之前寫過文章 那些傢伙 夠膽死說 我真是藍得發青 因為共產黨 有一件事 是對的 你如果真的看他們 自己寫那個 評價自己 才算 他是說他的集體領導 是有一個靈活性 是自我修復機制 夠膽死說自我修復機制 但是你又不能說都錯了 你就想想 毛澤東那些 大躍進也好 然後 饑荒死人 然後搞文革 然後撥裂反應 然後鄧小平上場 你說路線不變 變得很厲害 你明白嗎 但有一件事不變 就是他抱著自己的政權 為了自己的政權維持 他的不擇手段 這件事是不能夠變 他一定不放 是的 為了這個管治權 他人口 領土是可以犧牲的 但是管治控制中國的 政權力 是不能夠動的 為什麼就是要了解 你跟誰 打交道 不是打仗 打交道 你的對手是什麼人 你不能夠不知道 你不能夠想像 好像我們的街坊 只看著某個人 的關係 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 不是這樣理解 應該再高一個層次 看到路線 走哪一邊 你會不會換人 是次要的 路線改不改 以及路線背後的意識形態 底線有什麼加坡 如果你說 幾百萬平方公里 可以畫給俄羅斯 香港 豆腐潤而已 你可以畫走 對方 幸好香港的重要性 不是那幾百萬公里 你反過來就明白了 如果他的底線 才是最重要的 路線還是在下一步 他的路線 可以畫了幾百萬平方公里 給俄羅斯 香港算了多少 很明顯 雷王也沒有說錯 你那個生存空間 地位和價值 肯定比那幾百萬平方公里 更重要 所以抱著你 我又用了一些很廢的比喻 就是說 我腰間沒有了一寸 絕對不理解 但腰間對上沒有一寸 我就很理解 那麼你男人 腰間對下沒有一寸 就更加理解 所以就是你的價值 以及你的面積 大佬 不成正比 所以現在 我面積也挺大 我不知道 這裏是可以的 我相信它是有保護作用的 所以你中國 打算抱著俄羅斯抗美 現在開始害怕了 美俄文 你俄羅斯一定信任中國 一定支持你中國 俄羅斯很清楚 中國現在經常領土前 領土後 我拿了你最多領土的是我 你遠東地方 你普京多帥 在節目上說什麼 在台上的show 僵界無限 看不到那條邊 那你無限邊 那誰跟你接壤 最長的邊界跟誰接壤 中國 都玩了很多 俄羅斯很清楚 但是這個 為什麼我要解釋 他們的意識形態 就是那個structure 那個hierarchy 那個架構是怎樣來的 所以就算是路線 都可以變的 視乎你的底線 他肯定不變的 好 反過來 路線有什麼大影響 其實跟中都很相似的 你都是美俄之間的兩大角力 你可以說中美俄 現在是三國關係 中國崛起了 很開心 不過 你都走不出一樣東西 如果美俄會結盟 你猜一下中國會發生什麼事 他不能不調整 路線了 所以很多人就經常忽略了這些東西 覺得很虛 有些人會說 沈旭輝 是諸如此的 但是我自己都是 老實說 我自己 我都是讀 GEOPOLITICS 我都是讀地原政治的 所以我會說這些 在歐洲讀書的 所以 他沒有可能不改路線 而路線改變 香港形勢 不能不改變 我又說一些 圓一點的東西 去年 2016年 很擔心的 我就死了死了 這個巴爾幹半島的農婆 巴巴芬加 就說 2016年 歐洲就會進入 這個荒蕪境界 就是說 會被這個 以色列 不是 被伊斯蘭教的教徒 大規模襲擊 然後會用不同的武器 令他變成一片荒土 所以 沒有了 不可以去歐洲了 我的歐盟護照 廢了 好了 Good news 為什麼呢 其實歐洲沒有了當然很嚴重 不過更加嚴重 是說2018年 中國的春夢的而且發得正甜 他會成為全球第一大強國 他也有說 黑人的美國總統 第44任 就是最後一任 之後就沒有了 你把三樣東西放在一起 如果歐洲沒有事 是不是第44任的美國黑人總統 並不是最後一任 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2018年 這個中國崛起 或者撥起 就不撥起 這樣 弱力無效 ah剛剛 燈神 有機會連續這樣子燈上去 fire available 那我們的婚姻okee 最重要是影響到2018年 講到另一個語言家 就是諾查丹馬斯 諾查丹馬斯有一個語言 大家就覺得過了 一個是四句詩 四句詩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之下 他就要寫到你自己明白 只有你明白 沒人明白 那是什麼呢 他不是燒餅歌沒有字 他有字 是類似的 但是是有些比喻 斷古沒辛苦 古靈精怪的古代法文 我都看得到討厭 已經過了沒有實現到的 1999年 萬世魔王從天而降 頭戴藍色頭巾 他就會發動一個恐怖戰爭 令全世界陷入混亂 到最後 這個最精彩 就是經過了20年之後 最大版圖的兩個國家 就是美國 和現在的俄羅斯 就是聯手 砌下這個魔頭 怪獸 這個原本的Antichrist 頭戴藍色頭巾 從天而降 但是大家一直都認為 戴藍色頭巾一定是中東 一定是中東地區的激進國家 也有一個強烈的宗教意味 1999年也已經過了 但是我們再看一看 咦 1999年好像在鄰近地區 因為經濟開始起飛 接著現在去到這個聯俄勇 啊不是 那是孫中山 對不起 不是聯俄勇共 聯俄勇共 現在真的美國和俄羅斯 似乎又會聯手 我們對抗的一個魔頭 咦 什麼雜包 好像喜歡戴藍色頭巾 整件事都穿起來 覺得挺吊詭 其實是否這個1999年並不是我們理解的功力1999年 有可能的 因為他很欣賦 很欣賦 但是他順序寫的 還有大紅龍 聖經啟示錄 對 講到面都清晰 那七個政治局常委 所以就說 到底現在的局勢是怎樣 接下來還有十多天 兩個星期左右 新總統上台 除非你說這兩個星期裏 金毛九一分界 真是被人堆壞了 否則的話 繼任了 45任總統 這位寶加利亞曼燈神 可能又再次鑿燈神 是的 她這次燈是燈得好 因為兩大預言家的對決 現在我是很希望 老那位 法國籍那位是對的 因為似乎的走勢 都說美國和俄羅斯的聯手 對抗這個邪惡勢力 那麼 怎麼看呢 歷史上查丹馬斯的地位較高 知名度較高 她是一個受過很高深教育的教士 醫生 亦都是跟法國當時皇室有很密切關係 至於這位寶加利亞 這位盲婆 她像是一個江湖 江湖術士那種地位相對來說 呼且停止無所謂 因為我經常說二戰論戰 基本上我很冷血 我兩手準備 如果我是俄羅斯 我會怕中國更多 但是從大勢上來看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很大的轉變是甚麼加科 以前所謂的三國關係 是中美聯手對付俄羅斯 包括以前蘇聯也是 現在反過來 美俄聯手會對付誰呢 沒有理由不對付人 所以變成這個形勢上的改變 大家要記住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的地位是怎樣理解呢 很有趣的 你自己看看 日本剛剛升格了和台灣的關係 她又改戰爭 問題都是在大國的影響下 她去想辦法 日本想和俄羅斯收好 美國打電話給特朗普 蔡塞子就打電話 問候金毛侵 金毛特朗普就說 人家是促項我當選 我無論壞上都是要的 很囂張 俄羅斯其實就是遠東地方 中國的人口 尤其是海森威這些 是超越了遠東地方的俄羅斯人 她是害怕這件事 因為移民實邊這件事 是中國開疆癖土的傳統政策來的 俄羅斯沒有理由不知的 蔡塞子就說她有機會過境美國 那北京這個愛Rubberbo 就說 你美國應該很清楚中國的立場 這樣 這真是激象法來的 以特朗普的性格 這樣就更加要見 那不要緊 你制裁美國就可以了 你將所有移民美國的富戶家屬和黨政府撤退 好像35個俄羅斯的官員一樣 全部驅逐出境就可以了 或者召喚將所有高官和富商的家屬 全部調回中國 將所有美國的資格全部移走回中國 不要移走 移不到走 因為要響應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 美國也是一個大的市場 那你要制裁美國 不要緊 要賺盡她的錢就是制裁她 將她的錢由她的袋來我的袋 就是最好的制裁 那上面就是大家要理解香港的地位 有什麼加貨 好像搞金融就知道什麼事 你通過什麼平台去做這個互動 你各取所需的話 其實香港夾在中間 香港是唯一的中國地區 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一向都是在那區之中生存的 不要以為那區的生存空間是少的 有那區你才有得生存 你看看當年夾在英國 包括西方鎮和紅色鎮中間 一條那區少少的生存空間就可以製造到其他 其實越是多大國夾在中間的小國 反而那個空間是更大的 很多時候 問題就是那句 你懂不懂利用這個環境 當年英國在那裡 懂得利用的 我們很肯定知道是什麼人 就是香港的地主和富戶 我不覺得他們懂得利用 他們絕對懂得利用 我覺得當時懂得利用的是英國人自下 他們才叫表面懂得利用 別忘了李先生也請了很多英國佬打工 學得很足的 不要忘記了 不過是那個 但是我們別忘了 不論新加坡這個小國 以色列這個小國 他們都不會只靠房地產 作為他們的金融經濟命脈 當然不會 但是香港的地主很聰明地知道 我只要拿著幾個舖 幾層樓 幾個寫字樓 我就可以每個月去游淘 然後不要擔心自己的行業 最近朋友和我聊天 說你這麼忙 你生意這麼好 不如你開一間餐廳 然後我就說 已經在那裡 完成了 買了T-shirt 和帽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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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什麼 可以 我開一間餐廳沒有問題 除非這間店是我的 但一想想 如果這間店是你的 那你就不用開餐廳了 你不要去周遊列國 所以這種懶的心態 就跟香港大部分的業主 同樣的心態 但是香港 為什麼我就說 如果鄰近地區 它一帶一路 資產要外逃 我們不要估計 猜測 它到底是因為 大陸不行 所以我們要倒閉 那些錢要走 還是因為 不是要投資 要賺盡邪惡美帝的錢 所以我現在的玻璃廠 就要設在那裡 別讓李嘉誠跑了 但是我可以跑的 我們不管它是哪種 香港一定是 它過路濕腳的地方 而它濕腳的錢 最好是下去保險 以及下去房地產 蕭公子很清楚 就是中環中心 或者中環的甲級寫字樓 一層層地掃 一次過掃十層八層 不是香港的財團 而是中國的資金 買磚頭是最快的 我也是在甲級寫字樓做事 你搭電梯 不用像蕭公那樣做金融 搭電梯 你聽到一些普通話 每個人 紅色大媽灑 如果你搭電梯的時候 你聽到他們 這個正在監視二十幾樓的單位 那個正在監視三十幾樓的單位 只要有單位有人放租 或者放售 立刻就搶 多少錢都跟你拿 很可怕 他們的錢都無限 很多地方面對類似的情況 所以反過來 對外的話 不是太多人想到國際生存空間 如何定位 對內同樣 跟以色列比 很過眼看得到 人家起碼有所謂的 永族經營 不是永族基本法 不要抄襲 不要亂來 如果永族經營 或者永族 全族的社會的話 對內是有些政策 你能夠不處理 例如生存空間 為什麼會發覺以色列 那些人會上街 不是很多 起碼解決 要先記住問題 等如水源一樣 之後沒有 是一次而已 是2011年一次而已 所以變成了人家的就業結構 工業政策 經濟政策 很多東西都是 尋求維持社會 可以永續經營 香港有沒有這個 還有一件 不要常說永續基本法 不論是說 基本法是很難活動的 不是連美國人都做 還有一件事 人口政策 以色列的人口政策 對外是很嚴謹的 但如果你是猶太裔 不管你是什麼膚色 你都可以隨時入以色列 拿到他的公民資格 全權的 因為他的猶太人 以色列猶太人的生育率 比較低 阿拉伯人的生育率高 所以他希望大量增加 猶太人的人口 這個就是一個 按他國情需要而制定的 人口政策 香港有什麼人口政策 總之就是來者不拒 輸入外奴 輸入外奴 外奴都沒有 直接是人口 強調輸入外奴 然後這個要命 就是 香港的居住空間 各方面資源都已經這麼有限 曾蔭權時代 已經說要將香港的人口 增加到一千萬 當時他用的那個林公公 曾蔭權政府抵下的林公公 是的,林公公就說 要將內地過來的人口 補充香港低的出生率 是吧 這件事不是從689開始 是曾蔭權政府開始的 阿董先生已經是這麼說的 他已經是這麼說的 做得最厲害的是曾蔭權政府 當時代 到現在仍然是大開綠燈 所以就是說 香港人的思維方式很有趣 有很多人口滅絕計劃 基本上是人口滅絕計劃 他沒有一個永續經營的概念 對外有沒有話可說 對內 你的居住也好 就業也好 工業也好 你是沒有任何東西 真的要確保香港作為一個社區 是可以永續存在的 沒有的 還有 他的政策和經濟結構 令到你那些年輕夫婦 是不鼓勵你們生育的 例如 有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前四後六這件事 產家 年輕夫婦生了兒子之後 那位媽媽如果要照顧兒子 想持公照顧兒子 他要不就多做一個月的事 要不就補回一個月 給公司辭職 我見過真的有些媽媽 沒有辦法放下兒子 一個月自己出去工作 結果他生了兒子之後 他要補回一個月給公司 回家裡照顧兒子 這件事有幾件事要說的 第一 瑞典通過了 我不知道是全國實行 還是某些城市實行 但是瑞典是沒有坐的 就是一個六小時的工作 上班時間 因為有專家分析過 其實八小時和六小時的工作效率 還有工作量 其實製作出來是一樣的 所以不需要多給兩個小時 而當你減少兩個小時 那你的社會有優勢 會開心一點 多些私人時間 多些休息 你叫家庭友善 你不勤力 香港老闆說 你不要獅子生下精神 你肺青 你不熬得 我們多年十幾個小時 一日做足七天 一個星期做足七天 所以你發瘦 我沒有發道得明 多謝 我幫他們說 聽到意願 所以我在以色列 見到兩個年輕人 以色列是否這樣 中斟人 當然不會 我見到兩個年輕人 香港人來的 都是去浪遊 我見到他們 我說對 年輕人應該去浪遊 為自己的生命 增加色彩 千萬不要去買樓 不行的 你的CV會有空白的時間 不要緊 見工的時候 HR問你為什麼 那段時間沒有工作 你說去浪遊就是廢青 就是說 你其實不尊重事業 你沒有事業心 他們的事 最重要是 自己的生命有色彩 我說不要去 不要想著結婚 不要想著買樓 不要想著生孩子 最重要是自己 充實自己 有一個精彩的人生 增加人生的色彩 還有千萬不要相信 什麼獅子生下精神 我說一定會害死你們的 他們聽完之後很同意 但是他們很詫異 為什麼我會說這些話 我的年紀跟他們相差那麼遠 對 然後 除了瑞典的六小時工作之外 在歐洲其他國家 是有 我不記得是法國 還是某幾個國家 是可以為一些 剛剛生完嬰兒的女員工 提供一個寶寶 公司幫你提供也有 政府幫你提供也有 社區服務來的 就是他幫你照顧孩子 香港就很可憐 去公司泵了 還要被人偷 偷飲 還要偷飲 因為性騷擾 你看看多可憐 香港生孩子是罪 等於受懲罰 人類滅絕的 但是你生了孩子之後 你最需要錢 家庭經濟開始最大的時候 你會受到 父母受到最大的情況 我沒有生了孩子 但我有四隻貓子 我有一些很嬰兒 就帶牠回來 是兩個小時要吃一次奶 正常 人類的寶寶和貓的寶寶都是這樣 你會發覺你全日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你下去吃東西 上來就輪到牠要吃 而且你是睡覺 都要教鬧鐘起床餵牠 因為牠不覺得 牠是寶寶 就是這傢伙 就是你 當年令到我多麼累 先回應一下聽眾 因為我們是直播 John Tao 我看到你說的 跟我有關 我回答一下你 要是做餐廳能夠成功 女王就不會在這裡 跟大家做節目 就用腦吧 講諸 不是啊 那時候我們試過在你餐廳拍外景 其實我家餐廳是很成功的 我不介意告訴你 我拿了十幾個獎 而且永遠都有等待列 每天爆發的 去到什麼地步 去到大業主 整棟大廈都是牠 牠就找管理員在樓下 逐層數 有多少客人在哪層出 牠知道阿姐我好生意 包括那時候飲食男女 連續拿了幾年 我滿意星星星 Best Restaurant 本來拿西方雜誌的獎 都沒事的 因為業主不懂得看英文 頂你 但一去到中文雜誌 牠什麼需要懂英文 有樓收租就可以了 整棟大廈 都不止 還有很多物業 加租加租我雙倍 所以我就沒得做 你發覺你成功與不成功 你都是死的 這下才糟糕 我做得不好 我的東西吃難吃 我招呼不好 這叫尋租遊戲 經濟學上一定不見 我不怕的 所以就接了他回來做事 但原來你連成功都不行 你名氣大 你做得好 反而 經濟學家早已說了 你是提供你的春袋被人夾 原來 這叫尋租 最無理 遞給你 揹著 你揹著 如果你社會裏面的經濟政策 是容許甚至鼓勵 甚至鼓勵 甚至保障人去尋租 你自然就是人類滅絕 所以我以前 你不會有其他生存空間 我一向都說我新年願望 我希望香港樓價暴跌九成 永不再升 由現在起 我希望香港樓價繼續暴升 為甚麼呢 升得越厲害 塌起來死得越厲害 我希望香港樓價死得一漢一漢 香港才有生機 才有機會肉火重生 有機會火鳳凰再生 我對香港高樓價高租金 我心慕痛絕 問題是現在多了一個外來勢力 那就讓他死 香港樓價總量很大 不緊要 寄望助人間 香港樓價如果能夠和他陪葬 大家值得慶賀喝杯 是啊 總量很大 總之無論總量大也好 現實也好 非現實也好 我是實際少少的 總之有些政策出來 限制人家尋租的活動 已經很好 我也同意 所以我是很希望 至少要制定政策 拿那些炒樓那些 一定要判他坐牢 以及罰他破產 破產式罰款 抓他坐牢 甚至要抓這些混蛋都不會過份 你害死整個社會 是啊 攬炒 德國的稅務制度 不是就像你說的 懲罰性的稅 總之 但我們說了幾次 就是物業限制稅 你放在那裡 就算不用限制 我只是物業稅已經夠了 香港不行 香港除了這樣 還要重罰坐牢 炒樓的一定要判重刑 一定要自亂性用重刑 德國的炒樓風氣沒有香港那麼厲害 你對著這些炒樓的混蛋 不可以有任何人道主義在那裡 所以為什麼 我11月 去完聖誠 很正義 很正義 不關事我去聖誠之前 我都是這樣的 沒有火爆 沒有火爆 我說起高樓價高租金 就是這樣 雖然我不用交租 我算是比較幸運 兩位 為什麼11月尾見完我媽病到現在 在群眾發了一張玉罩的刮紗圖給大家看 我媽媽就看到我又說你要買樓 你為什麼不買樓 買樓你有自己的屋 你才能夠怎樣怎樣怎樣 你可以去日本登報紙徵婚 就是全日午餐和晚餐都不斷狂鬆 狂鬆這幾句話 我一看到最近新聞 原來有兩夫妻日本兩夫妻二十多年沒有說過話 老婆說 誰的爸爸你回來了 她說嗯 這樣 你懂不吃飯 嗯 總之一個男人二十多年沒有跟老婆說過話 我終於知道我媽媽真的很用心良苦 因為她知道沒有人受到我信 唯有不跟我說話才可以 所以要我嫁去日本就是這樣 用心良苦 但是老實說 也是說廢話 說題外話 就是有些聽眾就會說 誰在哪個台中囂張 誰說你又怎樣 老實說各位聽眾 我其實真的不在乎 我不在乎的程度是怎樣 總之阿姐我每天都可以自然醒 喜歡睡就睡就醒就醒 然後我賺多少錢就不用跟你說 政府又不會知道 稅局又不會來找我 很道奇 很道奇 那些女兒的臉色 沒有 我覺得很好 所以外面發生什麼事 其實真的不太在乎 哪個囂張我 哪個主持說什麼 那些沒有問題 她有沒有條件可以日日自然醒 她是不是喜歡吃什麼 買什麼 然後經常去旅行 不是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女王其實最有條件做港豬 女王不選擇做港豬 女王說過 有很多沒有條件舒服的 她都選擇做港豬 那沒辦法 自我麻醉 就是自願無益 我們剛才說 夾逢中生存 不論以色列也好 香港 台灣 新加坡 新加坡等等 有成功的例子 有不成功的例子 我講自己個人的例子 聽眾悶的話轉台 拜拜 那就是 我游都說 最嚴重的是 你做一家餐廳成功 多生意 死 你沒有生意 你死 你交不到租 業主可以依靠你 那你就會死 你的生意會沒有了 整盤沒有了 但你做得好都死 這個是香港飲食界的悲哀 你不只是日本仔 你做不到生意 他直接不收你租 是啊 等你好些 百年老店就是這樣來的 或者英國 我認識一對partner開餐廳 十年租約 兩年的免租期 十二年 他們做不住 是他的事 但我在香港做得住 但原來的殘酷就是 你做得住 反而大件事 你做得越好越大件事 那我的格逢去了什麼 就是去到業主 逼了我走 因為他加租 加很多 他還說 喂 我不用你還原 天地牆給我 我就這樣拿去你的餐廳 連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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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設備 陰工 他還說得很傻 他說我不用你還原 我幫你省了十幾十萬 到時我給你多少錢 他最後走了我傻 你知道嗎 但我有沒有告他 沒有得告 因為你不能跟一個每個月 只是租金可以多一千幾百萬的人去打官司 因為蕭公子你很熟 整個法案根本是燒銀子 整個官司的過程 即使我到最後贏到也好 我的過程都不夠他燒 大件事在這裡 好了 那我用什麼方法生存呢 就是其實有一種 現在好像香港那樣 你不能買的士牌嗎 你就開Uber 現在很多人都可以做這件事 我無法開餐廳 原來有一個APP 是大家互相去大家家吃飯的平台 我只是靠一個這樣的APP 共享經濟 共享經濟 沒錯 我都每晚做到氣咳 每晚十幾個做到病 我是幾個月都沒有假放的 這個就是我的夾縫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不是沒有夾縫的 香港人現在已經在一個夾縫裏面 whether or not you realize 你知不知道 香港現在大件事 很多人還以為自己是一個遼闊的空間 因為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 但自己的處境都還未真的認識到 因為獅子山下精神的病美也好 靠這些角色 沒得醫的 沒得醫的 你自己洗心革面 問題是要科學一點 冷靜一點 研究一下自己 要永續一個社會 實際上有什麼政策你需要做得到 要永續一個社會 至少你的經濟結構一定要變 就是你的高樓價高租金一定要取消 重罰那些 問題是六八九當年也是打著這張牌上台的 小心 這些要走數 另外你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原有珍貴的資源 尤其是水資源 這些才能夠永續 你看看能夠永續的經濟體 平均人口的森林面積比例 食水面積比例 中國都是處於世界末殖的 很後的那一批 即是說它的可持續發展 根本是亮起紅燈 它是糧食輸入國 是的 你還說靠東江 對不起 我去過河原 河原的水質的污染程度 比香港的水塘更厲害 香港的水塘是保護得非常好的 你每天用高價買這些東江水 污染了東江水 以及如果一旦東江流域 或珠江流域一旦出現江巷 沒有雨落的時候 試過吧 2009年的時候 幾乎製水的 那你香港怎樣 他想給你水 你有錢你也買不到 要回水塘嗎 比海水化淡還危險 危險 絕對是危險 海水化淡 以色你的成本比東江水便宜 根本香港有很多條件 搞海水化淡 他一再強調 純粹因為政治原因 令他不敢搞海水化淡 另一個就是高樓價 高樓價是因為他的既得利益 一定要維持高樓價 犧牲香港的前途 犧牲整個香港的利益 就是要為了他現在這一刻的高樓價高租金 這樣才可惡 多少社會盲困都是由這個 譬如我們現在說西九的故宮博物館 我不知道剩下多少時間 因為我背著兩分鐘 兩分鐘就快點說 很多人覺得搞定了 地又在這裏 西九的發展文化 這個區域本身已經撲出來 三屆政府都搞不定 現在多好 林鄭多打得一手搞定 有一個新的項目 但很多人忽略了 其實選馬會出不可以 不可以 只要蓋你蓋 你說35億 第一 超不超支 沒有人知道 他現在說有信心不超支 上當年蓋高鐵都說不超支 那現在有沒有超支 第一 第二 蓋完之後 以後的經營 以後的維持金 百金漢工貴是什麼 不是貴蓋的 是每年他用多少納稅人的錢 要去維繫這個地方 他的維修 他的管理 還有第三個點 我當你維修管理的 那些全部你用公帑 如果是的話 都還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本身整個配套 本來沒有這件事 這件事突然間空降 其他周邊的東西 也要重新規劃過 重新安排過 去配合整件事 這件事說起來是很荒謬 而很多人都出了聲 但現在你看到他bypass了 所有的諮詢 他覺得是沒有問題 整件事搏了 搞定了 正如你一億捐給餓龍熊貓一樣 香港又是站在那裡 我想這些都是衍生出來的 次要的東西 最要命的就是 那個法地的位 原本是演出場地來的 是 演出場地來的 即是送了很大的禮物給你 不過不是你要的東西 這個才是大問題 解決不了你的問題 是認為你的問題是惡化了 你的演出場地更少 因為你已經沒有了那個地 除非你故宮變成一個演出場地 故宮這個樣子 打開做演出場地 我想不到設計可以怎樣做 香港永遠都是 表面上得一其是學所穩分 你看看他全世界建高鐵 唯一香港要自己付錢 還要付這麼多 到處都是貼價倉 貼價大床 他肯付的 為何你不問他拿 很奇怪 是呀 但你供香港付 還要不斷超支 去到八百多億 還可能有機會過千億 是不是 這些民憤就是這樣來的 幾十億 幾成千億 就這樣 簽了沒有就算了 我們之前說過 一些智障的在家裡 甚至在一些很噁心的院舍 被人侵犯 當你不存在的 你自生自滅 是吧 你做不到工 拿一億幾千萬出來 已經解決大部分這些人的需要 是吧 為什麼不做呢 他覺得 不是他們那幫官 那幫權貴的利益所在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簡單 灰了 不是的 起碼是 就是 聖地 就是 拿下啟發 到底別人的社會 別人的社區 如何維持生存空間 而且 老城區是最矜貴的地方 香港的老區 不能再亂拆 是吧 大陸那些 北京那些 多少故宮 多漂亮也好 你一四合院 老胡同 拆完又拆 拆完又拆 你北京已經不再是以前的北京 你北京只不過是一個普通 一個石屎水泥的城市 沒有了那種文化 沒有了城市 是 因為香港那些老區 不能隨便再拆 除非你發覺那個是危樓等等 不過 在現在的地產主導之下 拆得就拆 因為值錢 老區多數 我覺得你又不單純是地產因素 你見香港今屆政府 將這個油桶 它由紅色油到綠色都算 還要拆完皇冠 皇冠拆了也算 但他連殖民地時代 留下幾個油桶都要剷 連根拔起 這個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正如現在 你去澳門回歸之後 他有沒有將整個大三巴拆下來 沒有你就由他擺在那裡 他只不過多個景點 你油桶不是景點 沒錯 但以前我們說 在半山那幾棵樹 居住了 港大是隔離附近 還有那幾個油桶 即是殖民地時代的事情 你說香港人暖英暖殖也好 他不是因為這幾樣東西 令到他暖殖 他是有更加深厚的原因 而他只是一個圖案 感覺就是在自己的地方 變成了外人 這個感覺很難受 其實這件事很愚蠢的地方 等於新任女友 就要男朋友 把以前女朋友的東西 全部丟掉 但其實他沒有丟掉 他把他放進你的倉 你明白嗎 而且他心裡永遠有一塊都是他的 你做的動作是沒有意思 因為人心從未回歸 變越古怪 聽眾不明白 但你越做這些事情 他們越亂英越亂殖 正確 但他們絕對不亂中殖 即是中國的殖民 他們亂英殖英國的殖民 你越做得多這些事情 他們就越靈心激向大 這是一個路線的問題 這個很要命 他的意識影響路線 路線影響政策就是這樣 所以林鄭一定不可以做下一屆 特首 視乎路線怎麼走 還有剛才蕭公一語道破 就是換人 換湯不換藥 我們見識過太多次了 他的路線一樣是這麼強硬 所以這次的原念 我不知道為何還有人覺得 這個集包子是好人 應該就是說 現在還有一個原念未解決 到底他這次是換人 還是連路線都要調 這個未知 未知的 可能是因為 六八九實行他的路線 他覺得實行有偏差 你換過另一個 執行的路線 執行得更好的也不一定 但是你看一下 由六八九宣佈他不主動競逐連任之後 就開始唱六八九路線 梁振英路線 還有上面 是不是黃光雅對他的肯定 是不是黃光雅我忘記了 就是說他這個年輕有為 一個花甲有凸的人都可以年輕有為 現在的人真的有二百歲的命 難度 我不知道 人質滿希望 我聽到年輕有為很開心 你說六十二歲還年輕有為 我有沒有為 不重要 我起碼年輕 沒錯 感覺良好 女王應該還在讀中學 小學啊 頂你 還有啊 你看下去 不是不覺得我是胃胎 九十未知 今晚難得 養姐分享這麼多 最後 我隔了這麼多個禮拜 我終於記得 各位聽眾 我們是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Forum F-O-U-R-U-M 現在我發覺最近在YouTube有人偷片 把我們的影片搬了之後 用一些奇形怪狀的名字 開個頻道 讚這個view 麻煩聽眾 如果你們留意到 即是我們好看得又讚 我沒有想過 麻煩 不知道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幫手舉報 你可以跟我們說 把連結傳到我們FORUM FACEBOOK的INBOX 幫手舉報 幫手舉報 讓我們可以打倒他 因為他騙錯我們的view 頂他的肺 功課不用他做 節目不用他做 場地不用他提擊 貓也不用他贏 沒錯 然後你騙我們的view 太過分了 還有我們現在還未進入一個籌期階段 遲些有機會需要大家的鼎力相助 但是我們會很均真 我們的數字放心 還有我們得到聽眾的支持 我們會請重量級的嘉賓 會給他們居馬費 因為老老實實 其實你沒有居馬費的網台 就很難請到別人 我知道別人來一次 就不肯來第二次 如果你想聽到更加厲害的嘉賓出現 可能大家到時慷慨解狼眼 我們就歡樂滿東華 貓也出來跳舞踩雞蛋 好嗎 多謝大家 再見 拜拜